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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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,我跟你们说啊,这个美国的这个赌场呢,真的是他妈的叫小气啊,苦逼啊,跟他们打台,所以说你一定要赢他们钱,你如果不赢他们钱的话呢,你会很苦逼,给你没有什么福利的,那么太小气了,不是一般的小气,我要说三遍。 那么我们讲呢,就是说,澳门的赌场呢,我个人认为呢,可能是全世界最专业,某种程度上是最公平的,因为呢,他给你算积分这一套体系呢,他是,就是给你奖励这一块,他是,我个人认为他是,还算是比较宽松的, 送大家的餐券啊,基本上你在澳门,你每天吃饭住宿,你正常的打,比如说拿个十万块钱,二十万,你过去打牌的话,你根本基本上是不用操心,你吃啊,住啊,这些问题。 反过来,我们是很多时候,我们是不愿住酒店,因为有一些酒店,他名气很大,但是呢,那个房间呢,太闷了,我还情愿做民宿,除非是特别高端的那几家酒店,我们也不给他做广告啊。 所以说呢,在澳门的话呢,我们个人认为呢,我个人认为呢,在澳门,这个赌场的积分啊,你的吃喝住啊,包括送礼品这一块呢,可能是全世界最大方的。 第二点呢,澳门是不需要交税的,对不对,你赢多少钱,你都不需要交税的,只不过你是要想办法怎么样把钱,送回大陆,或者送到国外,那么呢,事实上,澳门这一块也是非常发达的,这个我们就不讲了,对吧? 那我们讲新加坡,新加坡呢,我可以这么说,住房呢,我们讲金沙啊,住房这一块呢,他可能就稍微,如果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赌客的话,住房这一块好像也不是那么大方。 正常的话呢,像我们拿的那个什么,派杂,就是他们预扁会的金卡,我紧紧讲金沙啊,因为新加坡金沙是代表了这个新加坡赌场的,那个圣桃沙那一家呢,就这个一点。 但是圣桃沙那边的那个卡呢,我们先讲那个啊,住宿,他们大概呢,是有一个标准,就等于说,你不是打的特别大的,或者说你不是一个,买了他的那个罗里姆嘛,叫什么, 就尼玛,你不是买他那个尼玛,买了很多的人,你跟,你打的不是很大,那个host叫什么,就是公关,公关那一块呢,你跟他俩关系呢,也不是说很熟,很好,正常的情况呢,一个月只送你五天了,好像是给你的一个奖励,他倒不是说,像澳门,整个就是我来解决你,你来七天好,七天OK,我全部送给你。 那你打的小的,我们就不讲了,在中场那边,啊,那个新加坡这边的话呢,就是说,住房这一块呢,说句实话呢,他们就比较,比较卡的比较紧一点, 然后呢,新加坡这边的这个吃烂,可能是全球的赌场最大方的,嗯,一般的话,你要是有他的金卡的话,就是他的拍照的金卡的话, 他里面平时,大概有三到四家自助餐厅,嗯,每一餐,你如果要到外面进来吃饭的话呢,便宜一点的话,也要四十几新币吧,就两百多人民币, 贵一点的,好像要个六七十七八十,那种自助餐,你可以无限的点,因为是疫情嘛,所以说不能自己去取,就是要靠你自己去,你点了以后他送过来, 那么呢,基本上呢,龙虾鲍鱼,龙虾鲍鱼,螃蟹,还有什么,还有什么,河牛, 基本上就是说,你能看到外面吃的比较好的东西,他一年,二十四小时,全部给你免费,包括酒,还包括酒,对, 那新加坡吃这一块的话呢,赌场呢,那是最大方的,好,美国这边呢,我可以跟你这么说,啊, 当然了,美国这边因为我赌的不大嘛,我赌的不是那种豪客啊,就没,也没有host跟他两个关系特别好, 跟他两人就说,嗯,嗯,达成一个什么协议,没有,那我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赌客,啊, 像这边,这个赌场,还是有朋友邀请我过来的,作为一个普通的赌客,你会为什么呢, 你每天在那打的几千块,几千块打的也不算太小啊,对不对,美金, 可是呢,你要担心你的吃饭,是否要自己花钱,你住宿,送你三天没问题,再给你一天好像是给你一个人情, 你要再加一天,得,就好像是给你天大的恩惠,哎呀,不能再给你了,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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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, 其实说,美国的房子是最便宜的,又大又便宜,对不对,你看这么大的房子, 就是普通的房间,都这么大,那,他们还搞得这么小气,好,我们就讲, 美国的赌场,有多苦逼,就,提供给大家参考,就说,大家以后到美国来打牌的话呢, 注意一点,啊,不要,不要,不要把它想成是,澳门新加坡,这样的一个福利,没有, 好吧,可是呢,他们送东西,送东西很大方,然后不停地送东西, 选了一些便宜的玩意,里面还有,反正我每次来,他每个礼拜都送两次东西, 这个,这个,这些小东西有什么用呢,对不对,我估计外面十个美金, 八个美金,算了二十个美金嘛,不得了了,一点意义都没有, 好吧,大家看一看我后面,专题吐槽,美国赌场。 好,大家新年好,我今天呢,来推荐一下凯利策略在亚马逊上面发表的第一本电子书, 我想说一下,写这本书的原因,因为澳门在2005年之后的一个高速发展到今天, 目前的这种状态呢,我个人认为呢,起码在一段时期之内, 澳门的繁华,繁荣,已经是不大可能再现了, 未来会怎么样,我不知道,可是晚日澳门的繁华, 我认为呢,我们是应该把它记录下来的,这是第一点, 第二点呢,我在澳门前前后后十几年的时间, 发生了很多故事, 我自己有很多的经历和很多的感悟, 并且呢,我的凯利策略的最早的处刑呢, 是在澳门逐步形成的, 当然后面也有新加坡,那这是后面的故事了, 所以说呢,我想先写一本澳门的系列, 之后再写一本新加坡的系列, 包括后面美国的系列, 我也想这一样一样,一点一点这样写下去, 第一个系列的第一本, 我把这个内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, 主要是我们想讲一下, 大多数人对澳门一些不了解的方面, 比如说澳门的酒店的这个状况啊, 整个赌场的分布啊, 它的色情业啊, 这些呢,你让我讲呢, 我说实话我是不太想讲, 但是写起来的还是蛮有意思的, 因为包括还有一些官方的资料, 和我们对澳门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了解, 我们就会把它描述出来, 那再就是呢, 我以前有视频讲过这个澳门实战的一个经历, 一个七天的, 那么这个实战的全过程呢, 我认为呢, 它是非常对我来讲啊, 甚至对大多数赌客来讲, 它是非常经典的, 原因是什么呢, 是因为在这七天里面, 我发生了所有的这些起伏, 可以说, 可能一个赌客很多年的一个浓缩, 所以说呢, 我觉得这个七天是非常有意思的七天, 并且这七天呢, 实战经历里面的心理变化, 以及我的凯利策略, 在里面吸取的成功啊, 错误啊, 这些教训啊, 然后让我怎么怎样, 一步一步就开始来, 把这个凯利策略的系统建立起来的, 这样的一个过程, 这本, 这第一本书, 我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个, 一步就开始来, 推荐了, 出愁的 跑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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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递